進攻小一,物論放棄物然獲福,明報專訊 小一放榜最老套的廢話有人歡喜有人愁 有隨心所欲的比的鞋更好運 直之後補獲派學位,大抽獎放榜第一志願 左右逢源,不知怎選,有精心部署 大手不投資的家長,直之私立全部落空 獲派不知在哪區的學校 放榜當天全家上下一簾死灰快樂要及時 傷心別太早,不滿大抽獎的家長不少前往心儀學校購門 但說實在,動接幾百人增十多個位,機會渺茫不過 其實每年也有一批幾個AV在手的家長 他們的學同於開學當天才失蹤或取消註冊 二線直之開學前仍會有小量空缺家長 不妨主動向二線直之弟交自戰信一試 絕處有轉機可向二線直之弟自戰信我講的絕處 是獲派極度厭惑的學校 一般而言,若獲派學校並不太差 我亦不會建議家長想盡辦法逃走我的考慮是學生的感受 曾聽過不少個案,是家長與孩子之間 於迎接小一前的暑假 絕大部分話題圍繞轉校 撲校,孩子誤以為自己犯了什麼錯 市民親子關係又怎會融合 不過,的確有個案 因爲未有填滿所有校網內的學校 結果派到無類公園的學校 但報讀的職之師立完全落空我的建議 一,當然是到兩個階段均首選報讀的小學 前往購門及參與面試 二,到區內選兩至三間形有購門位的小學報名 三,到二線的直資交表 申請候補,博最後機會二線直資學校之中 不乏高質素學校 指示相比超級名校則顯得較為失色 正所謂你選人,人選你 曾有二線學校於開學前後點算新生人數 足足由一班半學生失蹤 校方須急急聯絡候補名單Waiting List 當然該批候補名單的家長們心目中 二線學校也指示他們的候補名單 校方於開學前撲學生候補入讀 也非而示在此奉勸極度不滿子女或派學校的家長 不妨再到二線直資一試 未到最後物論放棄自開雍失馬胭脂飛覆 每年有不少獲派名校的家長 因無法配合學校理念 例如功課量、墨書量或憑貝學習壓力等等 升小以時被校封勸退或自願轉校 拜慶而回 反過來也有不少家長獲派感覺一般的學校 才發現學校隱世高質素 尤其當孩子愛上了學校 愛上了老師才發現蔡雍失馬 所以未到最後物輕言獲福作者簡介 明報前教育新聞組長 欲有益子一女 從新聞前線真正跳入教育大紅流民 梁永樂歐八爪與家長 。 雅暓 我 雅暐 雅韃